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夜深乐高学堂 我的好伙伴Robot Inventor最近更新到了10.4.1的版本 扩充了新功能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机器学习这套功能是如何使用的 Robot Inventor的机器学习呢 其实就是建立声音或是影像的资料库 之后进行预测或是辨别资料 那身旁比较常出现的例子像是指纹辨识 或是停车场的车牌辨识 所以要使用这个功能前呢 你必须准备麦克风、视讯镜头或者是摄影机 所使用的版本呢也必须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当你想使用这套功能的时候呢 你可以进入扩充功能里面的机器学习 然后选择开启 开启之后呢在萤幕的右手边会出现一个资料的图示 资料库的档案呢有分影像或者是音讯 我们这边呢会使用影像来作为这次的范例 这次的范例是辨别钱币 分别就是1元、5元、10元及50元 首先呢会先将1元拍照 资料库的建立至少要8张照片 最多可以到100张 排照完成后 排照完成后 这里将资料库的名称改为1 方便我们之后辨识资料 接下来快速建立5元、10元、50元的资料库 这边跟大家做个小提醒 模型里面呢最多可以到6个类别 资料库建立完成后 底下会出现训练模型4个字 按下去然后稍等一下 训练完成后会出现预览的指令 透过预览指令呢你可以观察 你的资料库建立的是否正确 如果觉得模型没有问题便可以开始写程式 这次的程式相当简单 我将镜头照到前臂后 主机上会出现相对应的数字 例如照到1元的时候 荧幕上会出现1 照到5元的时候 荧幕上会出现5 以此类推 当你在镜头上展示10元硬币时 右侧的主机便会出现10的图案 换成1元硬币时 右侧的主机就会立刻更改为1的图案 以上就是机器学习的使用范例 如果你对机器学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想法的话 都欢迎留言跟我说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